印度的美食确实很有特色,而且他们直接用手招来吃饭,这也是他们的民族特色,这个印度留学的小女子,常常被印度同学请吃饭,但是女孩说自己真的吃不下去,光是看样子就饱了,他们对她说这是在我国吃不到的美食,其实几乎都是咖喱,因为他们是真的喜欢,还有就是饼,不知道他们的美食是不是除了咖喱就是饼呀。 但是他们关于咖喱的钟情实在有点难以忍受,餐餐都离不开,天天吃简直太腻了,但是印度有自己国家专有的香料,传闻味道仍是不错的,印度的大米和我国的米和不同,从照片上很容易看出来,印度的米有点长长的感觉,而且他们直接用手招着吃,小编想着应该也不是很便利呀,而且好像也不是很干净,而且印度的自助餐也大多都是咖喱,你们喜欢印度的美食吗? 每个人都不是生来平凡的,如果过了三十年,你还依旧平凡的话,那只能说明,过去的岁月里,你把时间全部平均分配在老各个方面,人生其实不应该用来平均分配,因为时间是一种投资,你集中投资到某个领域,就必然会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,出色,是因为把时间用在一个地方,平均的结果,就只有平庸。 比赛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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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混